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四表示 俄羅斯同意續簽黑海糧食協議是一個跡象 表明莫斯科認為世界不會接受任何拒絕現場協議的行為 布林肯在亞太經合組織論壇召開之前 在曼谷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上述評論 他說通過對鄰國烏克蘭的持續攻勢 俄羅斯最終要為導彈落在波蘭並造成兩人死亡的悲慘事件負責 北約和波蘭表示 爆炸可能是由於一枚流浪的烏克蘭防空導彈引起的 而烏克蘭則對此表示異議 布林肯還表示 現在判斷緬甸對包括澳大利亞經濟學家、尚恩特內 和美國公民、葛泰烏等外國人在內的數千名囚犯的特赦 是否能夠說明這個東南亞國家軍事統治者的意圖還是為事過早